如果從這一波高點一萬八千六百多點跌下來 其實已經跌三千點了 我算了一下其實也有十六 十六七趴左右 所以你說他有沒有進入熊市 那看你從哪個位階角度開始看 假設我從高點看下來 我覺得這一波的跌幅很可怕 很多股票其實跌五成六成的 如果以個股來講 如果我們定義熊市是跌20趴 那是從哪個點開始算 是破季線 破年線還是從哪個開始算 那如果是從高點開始算 其實很多股票跌了50趴 那你說這些股票是不是跌入熊市 是啊 鐵定市 肯定是 但就大盤來講 當然我們可能還是要有一些 比較嚴格的一個標準 就是說對於熊市的定義是什麼 當然你問我是不是熊 我叫泰迪熊 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大盤的位階叫做泰迪熊 對 就是像熊 可是又沒那 但是又比可愛一點點 就是可愛但是不讓人害怕的熊市這樣嗎 對 那畢竟就是說 現階段幾個條件嘛 比如說第一個我們講這個 現在已經破年線了 通常破年線在我來看其實 就已經是一個 接近熊市的一個狀態了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戒線 對 那一般來說熊市它會有幾個狀態 第一個就現行來講 你破熊市以後 乖離加速過大 就是什麼破了又哇哇 持續的往下跌 也就沒有人願意在這個地方承接 這個很奇怪啊 你泰迪熊那麼可愛對不對 丟出來以後沒有人要去接 那這一隻熊是不是太髒了 還是太醜了對不對 還是已經破舊了對不對 這第一個從技術面來看 這個我覺得確實是有發生 我不能說沒有 破年線加速是有擴大 這幾天當然稍微減慢 但是我說上個禮拜 之前其實只有這樣 但第二個我覺得還有一個 真正要進入熊市 其實還是基本面的狀態啦 所以其實現在還蠻安全 是因為它其實剛從黃紅燈 我們燈號最熱是紅燈嘛 再來黃紅燈 進入綠燈 剛碰到綠燈 所以假設要轉黃紅燈 我估計至少你要給它 我覺得假設啦 今天要轉黃藍燈 你至少它還有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在那裡緩衝 它不會馬上進入黃藍燈 那有沒有可能緩衝緩衝 整個市場的狀態 比如說通膨降下來了 比如說封城解除了 供應鏈穩定了 可能它就從綠燈的下源 又慢慢回來 然後再重新站回黃紅燈 那就沒有出現所謂的熊市的問題 這個是比較好的發展趨勢啦 沒錯 但也有更不好的發展趨勢 當然這個就要看後面 通膨控制的情況 那再來第三個其實就是 技術基本面 再來就是資金面 那你其實資金面最重要叫M1B M1B我把它定義叫活水 M2當然用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比較貼切 所以我講用死水 當然它不是不能動的啦 但是我們只是要讓大家做一個對比 現在用池都很小心喔 不然鍵盤俠一出征 哦呀這個燕麗姐又要傷心了 因為他罵我是不會難過的 我從來不會罵我的來賓 但是你們罵我的話 燕麗姐會傷心 你就知道他很愛護他的來賓了 所以各位不要罵我罵他就好了 不是我在講什麼 那M1B-M2如果變成負值什麼意思 表示資金加速逃離 那這個很麻煩嘛 你的資金加速逃離 從活水變死水 那當然你資金加速逃離 股市往下沒有人要接 所以我覺得當這兩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認為叫真正的熊市 那很多人不理解啊 那我疊3000點不是熊市 跟我真正進入熊市的差別在哪裡 對不對 如果這三個條件我認為都成立 其實我睡覺一定會抱著現金 不是抱老婆是抱現金 你看這差多少 但是如果是只有第一個發生 後面兩個沒有發生的情況下 欸跌升 我會想買股票 其實這兩個就會產生動機上面的不同了 所以像最近 最近看他們看這樣跌喔 其實我心裡我不能講高興啊 那你覺得有一些價值型的好股票 然後我會蠢蠢欲動 我就想要進場去承接 所以現在是不是熊市 對我來講叫泰迪熊 就是他是一個可愛的熊 所以我想要去擁有他 比較可怕的熊市來臨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我們得想辦法 明哲保身啊 就是你還是要持營保態嘛 你持有現金 你未來才有辦法應付 所以我不知道 我最後一個結尾就好 在這一頁我最後一個結尾 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巴菲特講一句話 他在他們股東會的時候講 感謝股市的瘋狂下跌 讓我有進場減便宜的機會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 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好啦幫大家做一個小小的結尾 古怪教授的意思是說 目前這三個條件裡頭 只有第一個條件 看起來好像比較符合這樣的氛圍 其他另外兩個的話 我們要進一步觀察 不過我知道古怪教授 有幫大家準備一些相關的字卡 也許我們簡單再幫大家補充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讚留言 並且訂閱華視優選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喔